北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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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明星演唱会遍地开花 有人一票难求 有人被函退票 有人私生 还有人假唱 而搞笑的是 因为别人假唱 去把伍本送上热搜 网友表示 谁假唱都不关伍伍伍的事 不仅有数万歌迷 和现场作证 伍伍伍仅是演唱会的唯一听众 我们才是演唱会的主唱 就连伍伍本人都有事先声明 支持 一场演唱会下来 伍伍只唱了你说你说你 早知道这罢了 剩下的全是大合唱 伍伕伍的全场调度指挥 其实指挥是个体力活 比唱歌还累 你看把伍伍累的 又是擦汗又是喝水 每次演唱会结束 吴百都会因为 轮不到自己开口 全是大合唱 而登上热搜 吴百很是懊恼 为此吴百还专门 在演唱会上进行了辟谣 网络上讲的 不要相信 我们不是大合唱 我们是对唱 我唱完你们唱 你们唱完我唱 来过才知道 调侃归调侃 其实演唱会唱的吴百 还是相当静远 去过吴百演唱会的 都知道 除了几首 快智人口的大和尚之外 其余的 吴百都在卖力的演唱 56岁的他 还特地为今年演唱会 发了新专辑 里面的11首新歌 词曲制作编曲 具有500亿人完成 至于轮不到吴百开口的大合唱 那也是因为歌曲时代太经典 前奏响起 没有人能抵挡得住 那现场氛围 即便你是吴音不全跑掉 都会废无自主的跟着唱起来 哪怕演唱会结束 曲终人善 现场的观众 仍沉醉其中不如自罢 是否依然爱我 十四千万 依然爱我无法自罢 心中是否有我 未曾到我的地方啊